重点是在拐甲处的第二间房屋 经过了十分钟 这个火势已经蔓延了十几间的房子 当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这个火势还没有被完全的扑灭 那现在呢消防人员正在对没起火的这个房屋进行破拆 以防火势继续蔓延 那据了解呢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屋子就很可能是当时这个起火的房间 整个这间屋子啊已经被烧塌了 木头的门已经完全被烧坏了 现在这个铝合金的窗户也已经基本被烧化了 里面已经完全分辨不出来任何东西 我们还在屋里屋看就听说 我们都好像出来看 已经都来不及了 着火那屋是什么空的吗 空的全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还能着呢 那就不清楚了 有人受伤吗 没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东走 看到这几间已经被烧毁的房屋呢 还在冒着墙里的浓烟 而在这个起火点西南方向的这几间屋子呢 我们现在来看还算是比较完好的 那在工棚外面的地上呢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洒落着的生活用品 像有一些被褥啊 这边还有一些蔬菜 而且呢我们看那个锅里 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做好的早餐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那我身后这一排工棚的火 已经被完全铺灭了 那现在呢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工棚的顶部 漏有很多稻草 而且呢 您现在跟我来 看一下这间屋子 门上 还有这个屋子的里面 也全部都铺满了稻草 那么据了解呢 这些稻草都是用作保温的 那么也就是这些稻草 才导致了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这个大火能够迅速地蔓延了十几间的房屋 现在呢 正值初春季节 同时呢 又是施工的旺季 而且因为现在这个空气干燥 风比较大 也是这个火灾的高发期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提醒各个施工单位 在安全生产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防火 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用稻草保暖 这还真有点原始社会 这刀工火重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啊 如果工人的居住条件不改善的话 这火灾恐怕也很难杜绝 他说这玩火呀 是谁不想玩火是吧 但是偏偏有人他愿意玩火 那么在昨天啊 从深圳到水阳的T186次列车上啊 有的人就玩火自焚了 那么他玩了什么火呢 贩毒 10点20分左右 我和我同事经历分正常学士车厢 进行那个审明证登记 然后登记到酒车厢 21号中铺 就是这个旅客的时候 他在边座上正在吃方便面 查审明证 查审明证 他就问我 那个你是哪里 我说我是硬毁 我说自己嘛 我说是自己 面对乘警的提问 犯罪嫌疑人李某 想努力地表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深情 可毕竟心里有鬼 藏不住啊 他那个就是比较紧张 而且那个眼神比较飘离不定 从而就引起我对他怀疑 乘警随即打开了李某携带的旅行包 果然有问题 在包里发现了两包那个马骨丸 按理说乘坐火车的旅客进入站台之前 随身携带的行李 都是要通过安检门的检查的 那么李某藏独又是怎么逃过安检这一环节的呢 是放包里带过来的吗 不是 是放在身上 放包里有那个安检门 有那个插包 逃过了安检这一关 李某顺利地登上了T1864列车 这趟旅客列车是空调车 车内温度较高 上车就睡觉的李某 让绑在后背上的两包马骨丸 给弄得很不舒服 因为那边挺热 出汗 晚上下边一夜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东西放在了包里 本以为平安无事可以高枕无忧的李某 还没高兴几分钟呢 就被机敏的城警给打了个正着 而且他身上还不光藏有马骨丸呢 在大水内侧发现40颗病毒 证据就在眼前 可李某却一直抵赖 目前城警已经将李某 以及40颗冰毒和1500多粒马骨丸 一并带走 做进一步调查 靠神色来抓毒贩 这个破案的手段很高明 但是乘警的高明 我想恰恰是因为铁路的安检系统不高明 给衬笔出来的 说到了不高明 还有几个人 那就是下面要说的这几个抢劫的年轻人 虽然说他们手段不高明 但是却能屡屡得手 就说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用美人计呀 3月18号晚上 铁锡区重工派出所接到报警 被害人说 他与网友在铁锡区重工浴池附近刚一见面 就被两男一女三个人给抢了 这几个人年龄都在20岁左右 身上还带着砍刀 根据被害人的描述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应该就在附近出没 随后警方对可疑地点进行了录访 但却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特点 警方决定引蛇出动 晚上8点左右 刚刚被细节一控的被害人再次与那伙人联系上 并约好了晚上9点45分 在重工浴池附近见面 在会面现场有几个人准时出现 经指认其中三个果然就是刚才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立即行动将现场的三男一女一举抓获 经审讯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对抢劫的事实 供认不讳 而在继续审问的过程中警方震惊地发现 这几个人竟然是从06年10月份到07年3月份 抢劫作案十多起的惯犯 你们都是怎么在这个网上屋子的那个被骗的 这边发照片 发谁的照片 你的照片 是你对象是吗 你为什么把你对象的照片发了 那一起看那不发他发费的 你为什么让对象也参与了 挣钱呗 两人队啊我上楼 我暂停等好 早就我下来 下来的时候 我暂停没有人的 那边就没有人堵住 犯罪嫌疑人浦东元交代说 他们在楼道里通常采取前后夹击的方法 将被害人控制住之后再实施抢劫 而他们作为诱饵的人刘思杰 竟然是浦东元的女朋友 他们抢劫的时候你是负责哪一块 抢劫 他们抢了我给他带好地方 他们抢了个旁边卡里或者是逃走 据警方介绍 他们俩人是这个抢劫犯罪团伙的主犯 而当冰冷的手铐戴在刘思杰手上的时候 19岁的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呀 他们上邀罪杀里 网友主动问 去你家活怎么地的 是他们拿着剑 不是咱们 他们活该别想 那遇到那以后你都跟网友说什么话吗 不是说他往这边走 他就跟我往这边走 然后到那到地方 然后那个他们就拿刀过来了 那网友要是 不是那种想法还能来吗 这两把砍刀 一把弹簧刀和一个甩棍 就是这几个年轻人的作案工具 据警方介绍 他们在实施犯罪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凡是有条件能出现见面的人 都是他们抢劫的对象 接着发现被抓获的三男一女 四名犯罪嫌疑人当中 年龄最大的19岁 而最小的才只有16岁 几名犯罪嫌疑人 此时是如蒙初醒 却已经于事无补 警方经过调查几名犯罪嫌疑人的 手机通话记录之后 获得了多名被害人的信息 但据警方透露 被害人被抢劫后 存有怕丢人的心力 所以都没有报案 这正是此案的一大特点 同时也是这个犯罪团伙